在判断哪些证言更可信时,可以依据以下原则,国家机关及其他职能部门制作的公文文书,这些官方文件通常具有较高的证明力,因为它们代表了官方的认定和判断。 鉴定结论,现场笔录、刊验笔录、档案资料以及经过公证或登记的书证,这些证据形式因为经过了特定的程序或验证,比其他书证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更可信。 原件或原物,相比于复制件或照片,原件更能够直接反映案件事实,因此更有利。 法定鉴定部门的结论,相比其他鉴定部门的结论,法定鉴定部门的结论更具可信度,因为它们通常代表了更高的专业水平和官方认可。 法庭主持的勘验笔录,由法庭直接主持的勘验活动,其记录的可靠性和公正性,通常高于其他部门主持的勘验笔录。 原始证据,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证据,如犯罪现场遗留的作案工具、原件文件等,其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。 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,相比于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,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,更有可能经过法庭的交叉询问和验证,因此更有利。 多种类型和内容相同的证据。 多个来源或多种形式的证据,指向同一事实,比单一证据更有利,因为它们减少了错误或误导的可能性。 证人证言,通常情况下,与当事人无亲属关系,或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提供的证言,更具有可信度。 综上所述,判断证言的可信度时,应综合考虑上述原则,以及证据的具体内容和按键的具体情况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